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展出的百年风华大稻城特展 网络大稻城12间不同种类的店家故事 规划三大展区 从原生在地的老店家 到跟随大稻城发展而前来扎根的后进商号 以及可以亲自动手体验的互动体验区 让参观民众在蒙甲也能感受到大稻城的产业魅力 我们大稻城创意义居发展协会 其实在大稻城我们有去盘点 所谓的大稻城的百年店家 大概有三十几间 其实去年在我们自己大稻城的空间 也有去做过相关的展示 今年就特别跟乡土教育中心 亲朋族人这边也聊到说 那我们这个百年店家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有没有机会来到乡土教育中心 因为乡土教育中心比较否 这一个所谓的中小学 这个部分的一些教育 那我们其实就很希望说做更多的推广 那蒙甲跟大稻城白就是两个老的城区 那本来就有很多相关类似的产业 或者是形态甚至文化 那所以我们想说 过来这边展应该也不会很奇怪 那这一次主要就是说 我们一样把这个大稻城白年店家脉络带过来 那不一样的就是会有一些互动的地方 然后比如像我们身后的这个拍照墙 就是我们仿这个南界印证 我们把它做成有点像是稻城印证 就是说因为它不是只有敌化节 还有其他几个地方的店家 对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展品 像是有这个比如林富正商行的 这个因为他们是未知数的代理商 那当时未知数只有发20个铁牌 给他的代理商 对然后这个是天智第一号 它是被第一个被发的牌子 那其他我们也有去讲说 这个建筑就是我们的明南市建筑的长相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大航这边 也有一些比如说打棉被的用具 还有这个针鱼刺的这个竹子的竹器 然后李廷香这边 大家可能都看过他的丙模 但是我们这次让大家可以带丙模回去 就是你可以拿个纸去拓印 把你喜欢的丙模的图样把它带回去 也有一些教育意义在 那零三亿的部分也是 就是真的有毛笔 让用他的毛笔来辉豪一下 在现场可以写一下 那这一次也有一些 可能他们即将是百年 或者是有着百年的 朝着百年的脉络前进的 像是老贵方跟这个小花园 那小花园跟猛甲特别有关系 因为他是从万华这边 在过去大澳城的 那这个已经超过 已经到第四代的这个制鞋工艺 他也把老的这些制鞋工具借我们来做展览 那老贵方是因为他的长辈以前在大澳城做电影的嘛 就是引进上海的电影 然后在这个永乐座去做播放 然后他的外公又是有画这个火柴盒 然后所以他一直这个脉络下来都是有一关在地文化跟文创的部分 那这次展的就我们展的部分是 他把他收集的大澳城这边的火柴盒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就会看到有些还在的典甲 比如小春园 然后有的可能已经不见了 那就可以看到那上面的一些脉络跟故事 其实都蛮有意思的 西元1853年的鼎沙交拼 使得原本住在蒙甲的同安人迁徙至大澳城 日后更因淋淡水和航运交通方便 使得大澳城地区发展热络 展览期望借由这些店家的故事及展品 串联蒙甲与大澳城的历史脉络 大澳城跟蒙甲其实是非常 从清代开始就是非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两个城市 那不管是这个峡海城王纪 或是我们青山王纪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两边的在铺江较劲也好 小吃的大车拼也好 我想这都是非常有关联的 那特别是呢 峡海城隍 他本身也在我们蒙甲八甲庄 就是我们现在剥皮条这个地方 也离开我们将近有170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让在地的居民能够更了解说 当年这个我们大澳城离开我们这个蒙甲 甚至于到大澳城发光发热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百年之前的大澳城 然后这些店家又是经历了百年 超过百年他们都还在了店家 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看到说 一个店商号他怎么去做 他的因应时代的转变 然后一直可以到现在 然后甚至有把一些好的 这个老的东西传统的东西留下来 那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 去穿越时空去看到 当时的一些比如老照片 或者一些用具 现在可能是用机器的 以前是人工的等等的 那就会看到这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很方便 网络上面查一下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 让大家胜利其境 然后去真正感受到百年店家的美丽 百年风华大道成特展即日起 在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展至10月29日 邀请民众一同来参观 借由店家故事与展品 跨越时空感受老店的魅力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